劉淑 hype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當主持 大香港早晨 有點什麼意思 第二字記大香港早晨8點43分 其實我一回來 有一個話題我很想說 我就問他們你們到底有沒有 有的 原來他們全部都沒有 但我也是沒有的 你最終也是沒有 我最終也是沒有 以前沒有,你現在也沒有 我就是,我啞口丟心 但我看完蘋果的報道後 我又很憤怒 因為有人有 原來有人有 那有講甚麼? 就是在說匯豐的紀念抄 其實你們就沒有抽 其實我是有抽 其實我不是想拿來抄 但我因為覺得他真的是 所以你強調這一點 不然你知道你之前說人家抄是港珠 我當然是現在避免你說我是港珠 我當然是這樣說 但如果我有,我不會賣出去 那就很難說 不是 你這些是甚麼意思 你這些是轉陣的 所以我想說 其實我是真的覺得漂亮 我是想拿來收藏 你要不要呼籲聽眾 如果誰抽到可以給你 我真的很想知道誰有 因為他在說的是 他有三款 又說回單行張 一款就是申請三套紀念單抄 即是有三張單抄 另外一款就是三張紀念 紀念抄套裝 即是一個連在一起 另外一款就是三十五張 不自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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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抄 那有三款是甚麼 如果全餐呢 剛才說的那三款都中了 他中的機會是二十萬 二十三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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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中一張的就是百多 一百五十七個分之一的機會中 那一張是單一張 那一張 但你不會單頭一張 因為你跟我說的申請狀況 你有三套 我們剛才說的三套 所謂第一套 三張單頭的 你最多可以買三張 那所有人申請都會剩下三張 因為都是同一個申請 同一個申請 那不會 我想正常人 一般來說 是不會說 不剩下三張 一中我就應該中三張 其實 不是的 有些人可能他不知道 有炒這件事 只想買一張 或者他只是買單抄 或者他只是 真的買一張 但大部份人都是剩下全餐 因為剩下你是不需要付出 我這個主題 最重要的是 Christine她在生氣的 當然是生氣什麼 其實我是 所以拍羊在這裏 很有作用 立即帶回主題 你生氣什麼 為什麼我生氣 你的主題就是生氣 你生氣什麼 其實是生氣的 因為我不是 一方面葡萄 因為他有我沒有 另一方面 就是 原來你去抽的時候 你可以用身份證去抽 身份證人只有一個 你就抽一個機會 但誰知道 所以有些人 原來他又用身份證 又用護照 噢 即是你有外國的護照 不是 不是 特區護照 特區護照也可以嗎 對 因為他的要求就是身份證 特區護照 噢 那你就可以申請 咦 那你不是可以抽三件事嗎 都可以這樣說 可以抽三個機會 有三個機會 有三個機會 但我也是用了一個機會 那你說我是不是應該很生氣 你應該生氣自己 你這個人太誠實了 你這個人 不就是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你就一定會做 不知道有這個流動 原來 知道你就一定會做 有這個流動可以去走這個法律 那現在的暗盤價去到哪裡 現在其實它 暗盤價呢 譬如一張 單張 原價三百八 最新回收價一千 蘋果說話 你到時賣不了兩價 不要找我們 三千 即是現在估計 那價 三年張原價是一千三百八十元 但本身其實只值四百五十元 但我看淘寶有些可能再高一點 可能那時候是一千元 但是是人民幣來的 甚至可能有些再貴一點 有些可能去到一千五元 單張 人民幣 然後如果你是三年張那些 基本上都是三千多四千元 即是現在我們畫面看淘寶價 現在畫面看見就是有淘寶價 那一邊就是三年抄 那就是三千多元 人民幣 是的 人民幣 即是你計算到五千元港幣 那如果是三十五年抄 那這個貴一點的 那有五萬元的人民幣 即是去到 哇 計算港幣 即是差不多六萬 那它這個是收價來的 這個是什麼 是啊 即是它收這個價 不不不 即是它賣給別人的價 他賣給別人的價 即是它找一些香港人收 然後再在網上賣的 這樣 即是因為 即是它們都 即是我看大陸好像都很用心 有些人是專門去收這些 這樣的鈔票 大陸一定有 因為之前 有人漏過我去代鈔的 不是代鈔的 因為香港人有得鈔 大陸人沒得鈔嘛 OK 就算它有得鈔 它一個人都是一個quota 他們那個代鈔是怎樣呢 就是 首先我找你 你給了你個人資料我先 接著我去用你的名字去鈔 但是地址就是寫我的地址的 那若然你抽到的 那它就會寄一封信給我 那就是寫你的名字 但是它寄了給我 那接著我就會幫你付錢 譬如說 收了三十五連章 我幫你給了那兩萬多 然後到去拿鈔票那一天 然後我就找了你 和我一起去拿 然後到時呢 我當是五萬多 不好意思 給錢的部分是怎樣 給錢的部分一定要當事人去拿的 不是 你說給兩萬多元 給錢是之前先給了 那我給誰 給回匯豐 那匯豐 那匯豐有 那用哪個帳 用我的帳 用哪個帳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那你就先給錢給他 因為要首先給錢給他 之後再拿 給錢那一部分 那大陸佬會幫你付 然後到拿鈔票那部分 我就找了你 過去和我一起去拿 然後拿了那三十五連抄 那錢之前我給了 那我怎樣計算給你呢 假設你自己去賣這一套 我假設你兩萬多拿回來 我當你五萬塊賣出去 因為我之前幫你付錢 你變成沒有了成本 那我那裡就會賺你一半 原本利潤有兩萬多 我只給你一萬多 另外一半 就是我吃了你的 這樣的做法 那有人罵你做 對 有人罵我做 你沒有做呢 我有個同學是賣保險的 他就周圍罵他的那些 保險的那些客 或者朋友 去做這些生意 那我當然沒有做 因為我很擔心的 把我的個人資料給大陸人 超害怕的 但是我有個很恐怖的想法 你剛才說是保險朋友 他可以拿一些客人 只要你這樣做 但是他要跟他談 如果他如果 好像你陰謀論 這樣想 做一些好像你會做的行為 這樣也沒用 因為要有當事人去拿 如果他沒有當事人肯去拿 那就不行了 其實我覺得這樣也不是很傻 其實 我傻在哪 我最後還是收回一半錢 我不可以收回整個賺取的利潤 你傻了就是 你首先不用付那兩萬多元 原本你要付那兩萬多元 然後你賺到那兩萬多元 可以說是完全無本 那你現在完全是零成本 但是你可以賺到那一萬多元 那就是那個分別 就是大陸佬炒這些東西 就出名了 其實之前出過的 好像中文又出過的紀念炒 也是炒得厲害的 iPhone那些也是他們炒的 全部都是大陸炒才炒得起的 那Christine 你剛才說 如果你抽中了都會賣 那如果有個大陸佬跟你買 你就不用了 好尷尬 這個是人性的抉擇 你為了保持人的抉擇 為了保持我的形象 我覺得現在應該誠實地回答 還是虛偽地回答 在咪前當然是要為了保持 當然是說不會了 神經病的 那你幫我回答了 但是我們講這個抽 講來講去就是 因為抽中了之後 剛剛有人說抽中了之後 拿來供樓很棒 剛剛報道也是這樣說 那個人說 他抽中了很開心 可以拿來供樓 就是賣光它 他抽中全餐 那種報出來的方法 跟報道也是一樣 好像中了頭獎 那些全餐化 全餐即是三張都有 一張三連章 和三十五連章都有 那你賣光它 那我當你好像現在淘寶那個價格 這樣的價格去放出去 即是我就算當是港幣去計 那你可能你只賺回來 都兩萬多三萬元 這樣勉勉強強都供到兩個月的樓 所以他也是說 想要供兩個月的樓 都可以不錯 這樣賺回一點點的做法 最初看我們看到 哇你就好 這麼幸運 一切的成功主義 都是靠幸運 對不對 靠運數 靠運數 如果六七那樣 六七那樣 這樣就低了 又低了 又低了 不是那個燈板 例如那些八八八那些嗎 是啦 八八八自然又會高一點 會高一倍 他們說 如果你中那張是單年召 高一倍 又多幾千元 什麼八八八 168 那些全部都會高一點 這些聰明的東西 匯豐當然是聰明的 匯豐都出了一個 精選號碼 上次都是這樣 出了精選號碼 他的精選號碼 有什麼號碼 我剛才看到你有的 HK、AA 其實他們在說那些開頭的 最主要是 那那些精選號碼 是怎樣才能得到 那些精選號碼 就要鏡頭的 就是另一個CAT的做法 應該就是暗標做法 就是你 其實都是要申請的 都是堆堆的 首先說 本身出今次的紀念書 有二百多萬套 有三十三萬多套 就是這些所謂精選號碼 他們的量本身抽了 所謂特別漂亮的號碼 然後這一堆是用鏡頭做的 底價是八千八八八十八 即是價本身是高了 那就是你的人去鏡頭 每套底價是八千八八十 單抄 紀念單抄八千八八八十八 如果剛才說的三年抄 沒有切割的 就是一萬三千八八十八 35年抄 就是六萬八千八八十八 六萬八千八八八 很難讀 然後呢 其實這個是善理 特意叫你讀 那 因為本身的數量很少 因為這些所謂精選號碼 如果單抄來說 只有二百多套 三年抄的就是五十套 35年抄的都是只有五十套 我現在再重新說 這些是所謂精選號碼 所以本身的價格也是貴一些 以及要用鏡頭的形式 即是你照入申請 然後去看哪個價高 就能借 即是價高借得 那這一堆 很多就是那些AA字頭 HK字頭 然後尾也是特別一些 00至多少 例如22 到尾也會保持一些特別號碼 全部都會 剛剛我們說的時候 淡仔那天就有敢而發 把這些東西都出出來之後 最後又是賣 去大陸 去大陸 看到剛才淘寶的價錢 我們是不會明白 為什麼大陸人會覺得這些錢 會有價值 炒賣 跟屈金香怎麼分別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製造一個新的傳奇 就是叫銀行不斷出 不斷出不斷出不斷出 然後賣了銀子 大陸他就完全 這個一向都有說 就是說那些 他的投資工具太少 全部令到他 令到他 很多人的錢都不知道放在哪裡 那什麼都炒了 什麼都炒了 那什麼都炒了 那這些紀念炒 行狗會炒的東西來的 我看到我其實就是覺得很感慨 就是為什麼香港出出什麼 明明他原本是貨買給香港人的 就是好像 你無論是平時那些 日用品啊奶粉啊那類的東西都好 又或者甚至去到iPhone啊 又好 然後現在去到連香港的 港幣匯豐的 150周年紀念炒都好 明明他原本是想賣給香港人的 結果最後 就是轉一轉手 然後又去了大陸人的那種 就是我就覺得 唉 不是 我覺得最慘的就是 好像剛才那些 剛才那些 剛才說到這麼生氣 老實說 如果Cristine抽中 抽了三張的話 我相信 我猜一下Cristine 你可能會放兩張 但怎樣都留一張 可能不給二處時報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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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意思是 真的會喜歡 Cristine本身是會喜歡這件事的 所以那張紀念炒 覺得很有價值 或者去喜愛 你變個說法就是 如果那些人不是打算去炒 就才去賣的 大部分人可能 根據你之前的說法 都是打算去炒的 如果大部分人 不是打算去炒去買 是真的打算收藏的人去買 那會不會其實 是想收藏的人 會比較容易得到呢 就是 變了就是 因為現在的炒風這麼厲害 尤其是我們 我當然說 是大陸人炒起的 整件事都是 事實上也是 因為你也看到 我們剛才特地 CAP淘寶的圖 是圖寶來的 很多 總要不只一兩個 這個是他們最大的炒家 這樣說 他不炒是沒有人炒 一定不會炒得這麼厲害 好像變了 這麼不幸 因為始終你這些紀念炒 他的數量是有限的 你抽不中 我也是去補購一張 自己做紀念 但是現在 如果你想補購一張 入場費就高很多了 因為要跟大陸都搶 變成三千多元 如果你說 不如炒那幫人是港豬 我又不會這麼說 這些小刀仔鋸大樹 出得越多 翻證 我們這些出口轉外銷 賺回香港的錢 這樣也好啊 不是 其實說這些紀念 其實 好像 我自己 就不是很大的感受 這些紀念 譬如好像 你個人無情的 又 又不要這樣說 你拍拖了 年紀念是甚麼時候 我不知道 這些紀念 好像 可能她會特別喜歡 對紀念 有些感情 我不知道 接下來我講這件事 你有沒有認同 Kristine 最近的沙田 沙田的麥當勞 新城市廣場的麥當勞 是要倒閉的 因為那間店租太厲害 然後有一些人就發起了這個 所謂 怎麼讀這個 Black Tie 麥當勞的活動 穿了 TASITO 穿了 很莊嚴 穿了禮服 穿了禮服 這樣去麥當勞 這個 最後晚餐 可以這麼說 那怎麼辦 你覺得有問題嗎 不是 我看到 我看回一些照片 其實都 都幾大堆人去的 我看回一些照片 那不是每個人都穿得很隆重 但有一些就 打了布袋 好像那些 謝思宴 那些感覺 那些大學生謝思宴 或者中學生謝思宴 他們都穿了 然後拿著桌布 去紀念一番 我自己本身就不是沙田區市民 他們最主要的其中一個就是 麥當勞裡面有個火車頭玩具 那些是否叫玩具 那些給年輕人玩的設施 以前 遊樂設施 對 遊樂設施 他們就很懷念 在以前麥當勞裡面的狀況 所以就很懷念整件事情 就特別穿了隆重去吃這個 最後的麥當勞餐 這樣說 但是 我也覺得 懷念的事情 是很個人的事情 懷念的事情 如果我自己不在沙田區住 那我就對這個懷念 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說回懷念的事情 其實我們本身是有 很多次不同的懷念 你記得吧 某某小舖做了多少久 就是最後一天了 是的 例如文具那些 不知道多少年牛腩那些 那些結業 文具、牛腩、雲吞麵、茶餐廳 就是很多 淋淋種種 其實這些事情很多次 那我就覺得 現在去到就是 麥當勞都會變成一個 是值得懷念的事情 但是我自己 這個我個人而已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我自己就覺得 真的懷念夠了 其實 很多這些事情 你可以去懷念一下 但是我覺得 不要再把事情擺得這麼重 這個麥當勞 這個儀式的回憶 可能都值得懷念 但是問題是 那之後怎樣呢 我不是說之後怎樣 意思是說 究竟是否真的 除了懷念之後 我們本身 其實現在很多年青人去的 他們本身是 會不會對過展望 即他們本身都是住在沙田 其實他們就是 你就想問一下他們 是不是 即他們現在就懷念 但其實他們究竟想怎樣 那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 懷念 其實他們懷念 我不敢說他們有任何錯誤 但是我只不過 我又再一次看到一些 懷緬新聞 又再一次看到這些懷緬新聞 而這些懷緬新聞 我覺得在香港近年 實在有太多太多 即香港現在 說回這些 一般我們說過很多次的老問題 這些 租金狂家 令到很多店 又特色的店 小店都沒有了 而我們每一次呢 就只是懷念懷念再懷念 現在連到 麥當勞 麥當勞是一個 說真的 是國際大集團 其實麥當勞 麥當勞好 很多東西值得去批判他 但其實他們對於 麥當勞本身 這個新城市廣場 他們有他們的懷念 但我主要想說 我又再一次看到 這些懷念的身份 那你的感受是怎樣 你的感受就是 喂 我覺得連麥當勞都 懷念 都拿出來 會不會濫用了懷念 是有懷念 不是有懷念 就濫用了 太氾濫了 而我們 尤其是我見到 那麼多年輕人去 我覺得你們 即是你們這麼年輕 你們這麼快就想懷念 對 我的老人都沒有懷念 可能你無情 你不懷念 除了跟你年齡有關係之外 結論都是我無情 契體必須無情 我覺得 你去懷念 跟你之後有沒有其他事情 或者 有沒有可能做一些有建設性的事情 其實是沒有直接衝突的 即是沒有直接衝突的 不一定是你去懷念 就代表你之後不做事 這樣的意思 是啊 還有說真的 你說麥當勞 其實 在於麥當勞來講 或者在新城市廣場來講 對於沙田的規模 或者是小時候 你知道麥當勞你小時候 你知道是很開心的 你永遠對於麥當勞的回憶 除了他很多 這些都說了很多次 很多事情不健康 但其實對於沙田來講 他們是有一個共同的回憶 對於沙田人來講 是有一個聚腳的地方 即是對於他們來講 可能都是有一個 即是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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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你要想一下 為何沒有了 即是有一個租金 我就覺得 即是剛才說的 太多的懷編 新聞是一樣的事 即是是 我沒有被人罵 真的危險 我覺得麥當勞 懷念 即是其實你就回想 就是 為何要 那些所謂的 異視生活 異視童年回憶 會是由麥當勞提供給你呢 大佬 你明明說那句話 如果你這樣說你又不可以立麥當勞 這個是麥當勞的Marketing 麥當勞的Marketing是厲害的 是他拿到這件事 有開心樂園餐 你會覺得小朋友看完那些廣告 是真的會很喜歡麥當勞的 所以其實是 我覺得有些人可能好像Tomo 他去批評或者不要懷面 或者麥當勞是不是大集團 或者不需要 其實對於有光顧過 或者在他附近有回憶 對麥當勞有回憶的人來說 對他們來說某程度上都是一件事 我覺得 譬如你在一個社區來說 你消失了一個公共空間 對他們來說 消失了一個便宜便宜的地方 他們都 我覺得都是人之常識 對 好像Tack Room那邊說 問題就是現在那個城市正在消失 其實就跟我的角度來講 我覺得跟紀念鈔那個問題一樣 都是黃禍來的 都是黃蟲野的 你現在那個麥記就說 要改建去做一個 專賣貴價球鞋的運動店 其實他也是因應著要遷就那些黃蟲 黃蟲野的 如果不是他們的話 你想像一下很簡單而已 紀念鈔那個問題 如果大陸不炒這些東西 說真的Christine 你有可能抽到 是不是 起碼少三分的一人先抽 很肯定的 有多少人真的有 這麼希望去紀念 要這個紀念鈔 是因為炒得起 那些人才會去申請的 你說這個麥記這個租貴的問題 也是啦 因為很多大陸人都會去沙田購買的 那他那個租金就越來越貴 那你多人光顫就越來越貴 然後貴到那個地方 麥記頂不住 就做他那些專門賣貴價球鞋的店 所以說一切一切 結果都是黃蟲入侵的 無論是任何的方便 是吧 舖租那些我們講的無限多次 又或者今天這個紀念鈔 平時少一些出現的問題 結果都是會被黃蟲去到 搞到我們的生活 所以那個結論就是 我們都是要驅逐黃蟲才可以搞到 湯姆不是說完那些東西 我找了一個總結的 就是教主經常用的 就是我們沒有懷有喪子的半戰 我們下一節回來說一下 我跟相見在台灣的日子 你看到美國 好